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怪人达达来找粗大特曼 他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呢 这个时候怪兽达达拿出了一把武器 他对准了粗大特曼 诶 粗大特曼怎么不见了 原来被达达怪人抓了起来 这时候罗布奥特曼终极形态出现了 他又来帮助救回粗大特曼 怪人达达对罗布说 想救出代 先过了我这关 这时候他又拿出了他那把可怕的武器 罗布奥特曼终极形态召唤出了罗布光轮 把武器打飞了 轮到达达被关在了他的武器里呢 他变得好小啊 罗布奥特曼说 这样你就再也出不来了 快放我出来 放我出来 第二个给我们带来水晶的是这位奥特曼 这是神秘四奥之一的赛加奥特曼 他的头上好像是皇冠 身上有很多纸饰和蓝饰的水晶 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只恐龙怪兽的水晶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出现了这只怪兽的属性 是恐龙的孔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只怪兽的水晶吗 它是紫色属性的 让我们用回旋闪关来召唤这只怪兽 出现了 怪兽有两只好大的镰刀啊 赛加奥特曼说 让我来收拾你 赛加拳击 赛加说 怪兽去哪了呢 哦 原来怪兽瞬间移动 移动到了赛加的背后 哦 不好了 他偷袭了赛加 赛加奥特曼说 看来我要借用一位奥特曼的力量才行 看我的 他拿出了一张奥特曼卡片 原来这是捷到奥特曼的闪耀奇迹形态 这张卡片的能力是 让时间禁止 这时候 怪兽想要瞬间移动 可是怎么动也动不了 赛加加说 赛加说 这是个好机会 看我的 太好了 终于把这只强大的怪兽打倒了 接下来给我们带来水晶盒玩的是这一位 诶 这位好像不是奥特曼呢 他全身有钢铁棒的装甲 那这是谁呢 他给我们带来的是赛罗奥特曼的萝卜水晶 这个水晶的属性是墙 哇哦 原来是赛罗奥特曼的究极形态 看起来好厉害啊 让我们一起来把它交换出来吧 这位全身装甲的机器人把究极赛罗召唤出来了 他们两个其实是很好的朋友关系呢 那你们知道他的名字的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最后给我们带来水晶的是这一位 可以的哦 贝利亚 原来是贝利亚 可是他的眼睛是红色的 而且还有一件很霸气的披风呢 那你们知道这是贝利亚的什么形态吗 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位奥特曼的萝卜水晶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位奥特曼的属性是闪光的闪 原来是赛罗奥特曼的超越形态 ZERO BEYOND 让我们用变身器来交换他 这时候贝利亚拿出了他的披风 噢 披风的背后变成了贝利亚的另外一个形态 GEO BEYOND 不好了 他攻击了赛罗奥特曼 赛罗奥特曼超越形态 拿出了他的等离子火花刀 哇哦 一下子就把GEO BEYOND 打倒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四位奥特曼和四个水晶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水晶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